現在剩最後三個籃 好啦啦隊來了 啦啦隊來了 加油 多年前的隊友 Déja Vu Déja Vu 我們上次我的這個盤子的比賽 Hands Up就會跟他 然後那次我贏了 這是我們的Second Rock 對 Second Rock 報仇一定要的 GO 加油 GO 還有一 二 三 來 猜一張 如果拿冠軍要幹嘛 你想要什麼玩具 卡可夢娃娃 卡可夢娃娃 哪一隻夢幻 我要帶一個娃娃 大的娃娃 那你要什麼 爸爸我要 你要買車車 你要買車 打HU有什麼訣竅 打HU有什麼訣竅 因為Hands Up兩個人排力 就像小蟎跟大蟎 所以兩個人排力都很弱 所以有一張有一個對子就很大 所以我個人認為 因為其實我本身 沒有對HU有特別的研究 最簡單一點來講 Hands Up有一個對子就很大 而且Hands Up的時候 你要抵抗的牌 會比你預期中 想像中的還要多很多 而你要玩的牌 也會比想像中的多很多 就可能平常 Button Limp 30歐 40歐 這種牌 你可能平常不會玩 可是Hands Up的時候 玩的牌滿多的 就是盡量去多打一些番号 尤其是位置的優勢 Hands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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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WOW 你差點O1 你打小蟎就O1 WOW WOW 32萬5是不是 32萬5 32萬5 然後我還是輸了 還是輸了一個C9 D FACE 可以吃 45.5 我露出tail 出來的 想抓了 意外是抓死了 會抓到鬼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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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